您正在收看的是高尔夫网球频道 您正在收看的是高尔夫网球频道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汉堡大师赛半决赛 费德勒同莫亚的这场比赛当中来 刚刚过去一局 费德勒也是有一些惊险 双方经过多次评分的较量 最终还是莫亚的一个反拍的失误 费德勒是拿下了发球局 其实费德勒现在应该是正视自己的情况 自己的情况 他要想在法网 就是即将开战的一个法网里取得好成绩 找到自己在红组球场应有那种表现 他就应该把现在打的每一场的红组比赛 都作为对自己的这种历练 对自己的这种调整 他不应该去特别关注这个股坛 更多的情况下呢 像刚才这种情况 就是上瑜打的后半段 打的自己自己发现自己熟悉的这种方式能成功 那么他就应该继续下去 在这一局他应该尝试如何去破发 如果破发成的话 那么他将在红组球场很快收获到这个自信 如果破发不成也没有关系 他需要在后面更多的这个盘数和局数的对攻里面 不停的巩固自己对自己这个擅长打法的这种这种自信 那么这种这种自信的积累呢 通递罗杰没有帮他做到 那么现在需要费德勒自己给自己进行这个不停的暗示 费德勒还是延续着刚刚自己发球局的获胜的气势 第一分还是依靠自己的反拍变直线 获取了这种优势 几乎没有任何顾忌了 等于说我们一开始觉得费德勒会有两种选择 一种选择是这个降低自己的攻击性 更耐心觉得自己这个水平不错 就跟对手跟对攻 现在发现对手的这个状态逐渐增强 费德勒干脆是放下了 包袱完全是按照自己在应地上的擅长打法 拿出自己最喜欢的这种比赛的节奏 去和对手周旋 大家看也是长回合 只要是按自己喜欢这种方式进行长回合 费德勒就容易坚持到最后 而不像比赛一开始两在底线对打对打的不错 然后速度力量也不是很强 但是这个线路也不怎么变化 到最后费德勒一板 啪 四季出界了 就像我们这个打这个台球 就是有的爱好者 我就喜欢打爆肝 所以棒一讲当当当圈那种 好看 对 冷冰的让自己打一个很柔的 还有一些不适应 就马上自己就会找不着准 有点那个球打的 还不如打爆也更好一些 所以球员一定要在比赛当中 使用自己最擅长的这种 技战术的打法 好球 墨亚跟费德勒对攻 大家看没有任何便宜能占到 而且还是正拍的这种对角线的抽击 现在反而是墨亚跟着费德勒的节奏走了 开始进行攻击了 他如果墨亚开始攻击的话 他有这个能力 但是没有这个持久力 如果说墨亚的心态着急的话 那么这样比赛就比较的困难了 费德勒非常想要这一局 发球胜盘局 拿到了两个破发点 哎呀 这一分 第一盘的比赛到目前已经出现了三次 这种正拍反拍没有打准的情况 不过现在也是这个 以挥洒第一啊 发发点到目前为止 这个费德只破了四一个 四次机会 浪费了三次 哇 还是墨亚的正拍 追平了 对 强力的进攻啊 挽救了两个破发点 对 现在墨亚这个状态应该是比较对的 就是对手如果 打得犀利 越来越犀利的话 墨亚也把自己的这个状态 慢慢慢慢提高 也有一定的好处 当然如果提的太过分了 可能对自己来说 会有反面的影响会大一点 但是现在呢 墨亚采取的方式就是 不能被对手这个气势吞没 这样的话 费德勒就有压力了 费德勒现在有问题 自己爽了三分 然后对手很快 就同样的一级 一直到环持比身 几笔知道 环持比身 现在对方又拿到了 又领得四分 双方是这种气势上的 互相的压制 对 这样的话 费德勒如果现在再现想办法 应该说是非常难了 应该说两个人 现在就是靠一定的运气 看谁的运气更好 哎呀 费德勒的正拍下往 这样的话 墨亚还是拿下了自己的发球局 同时那也是率先 赢下了第一盘的比赛 第一盘的比赛的结果可能出乎很多球迷的预料 没错 不过一开始也像我们说的是呢 就是面对一个沉静的墨亚 费德勒自己的这个状态调整 自己借交借造的这两个工作 是不是做得更完好 然后我们过程中又发现 他已经在尝试找自己最擅长的这种 这种击球方式 那么看看第二盘 费德勒是不是能够坚持 自己的这个第一盘后半段的这种感觉 对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盘的技术统计 我们先关注一些非受病的失误 我们看第一盘 那么费德勒是总共有20个非受病的失误 而对手只有11个 虽然11个也是比较多 但是费德勒是送出了20个 这个数据还是比较惊人 一发的成功率57%比71% S9方面0比1 双发失误 费德勒一个对手是没有 一发得分率52%比60% 二发得分率58%比60% 在破发方面双方都是比较多 费德勒五次机会保住了一次 而墨亚是六次机会保住了两次 主动得分上费德勒 后来的数据高 完全都是在后半段的这个追赶 后半段的这个放开了 对 和墨亚这个球员来对阵呢 应该说费德勒也有一定的紧张度 也有一定的紧张度 而费德勒又是一个追求华丽打法的人 追求比较完美的人 对 所以他不会说是说 墨亚是个老将那我跟你磨 他一直磨到你体力不行了 我再上 估计费德勒不会这么采用这种方法 那么从第一盘后半段 他这个状态还不错 这种打法他应该有一定的自信 那么接下来就是一定如何去坚持 坚持 那么对手呢 体力在第二盘一定会有下降 因为墨亚这个最近状态不好 墨亚体力一定会有下降 那么他的华丽打法 可能还在第二盘就会 遇到一个比较比较快的这种状态 好的 我们回到比赛当中 来关注一下双方 在第二盘的较量 好的 应该是用快节奏的进攻方式 发球的上网 这个华丽打法一个特点 一个是节奏快 二一个左右调动 角度大 落点刁钻 那么对手跑动范围也大 体力消耗也大 一方面自己保护体力 另一方面的有效的 这个消耗对手的这个 这个储备 我漂亮 非常漂亮 非常华丽 非常华丽 非常好看的一场比赛 对他刚刚的一个进攻 打得非常的流畅